浪迹天涯 出来 你怎么了 我要尿尿 快看 我大学同学开了个人画展 这么厉害 是啊 当时和我一起学画画的 如果我没生朱迪和朱莱 一直坚持画画的话 如果没朱迪和朱莱 当年我就能接下巴黎的工作 和你一起生活在浪漫之都了 对呀 你做你的IT主管 我就在塞纳河边画画 然后办个个人画展 老爸老妈的想当年 却在姐姐弟弟的心中泛起了涟漪 原来没了我们 爸爸妈妈就会去巴黎了 会吗 我才不要做爸爸妈妈的累赘 就这么决定了 什么 决定什么 我们要像哈克一样 出去冒险 浪迹天涯 找奶奶去 浪迹天涯 听上去好厉害 可以带上大力吗 除了大力 还要带上你存的压岁钱 还有零食 书 地图 指南针 衣服 鞋子 玩具 整理好了 可是浪迹天涯的话 以后是不是不能接到爸爸妈妈了 这么多 不许带这么多 只能带一个包 而且我们到了奶奶家 还是可以跟爸爸妈妈视频电话的 那好吧 那就这么定了 我们明天一早就出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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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迹天涯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这下糟了 朱迪和朱莱 你们纸条都不留一张 就不怕爸妈担心吗 好孩子千万不要模仿 太好了 浪迹天涯咯 可以去找奶奶咯 我都计划好了 从小区出去以后 就找个出租车去火车站 哇 哇 我喜欢火车 火车万岁 太好了 转火车咯 别嚷嚷 快走快走 为什么我觉得有人跟着咱们 别回头 会被发现的 真的有人 他是坏人吗 他过来了 快跑 朱迪的警惕性很高呀 去火车站 嗯 这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眼看就要成真了 我要两张去东北的火车票 东北 东北哪儿 我不知道 就知道是东北 东北呀 是沈阳吗 我知道 小沈阳 你别插嘴 那就沈阳吧 那把身份证给我 我们没身份证 没身份证买下火车票 别捣乱了 下一个 原来买火车票还有身份证 这下浪迹天涯泡汤了 这不是我们小区的 糟糕 他怎么跟过来了 快快跑 警察叔叔 小妹妹 小妹妹 有什么事啊 有 有个坏人在追我们 就是那个老大爷 他说坏人 想抓我们 好 你们别跑 现在跟叔叔走 我们到派出所就好了 叔叔的车就在前面 上车再说 喂 叔叔 你的不是警车啊 啊 叔叔今天便宜警察 不开警车 那叔叔 你为什么要穿警服呢 呃 这个 嗯 先上车 到车上再说 哦 等等 喂 你的警号是多少 想带这两个玩儿去哪儿啊 老大爷 你别急啊 你听我解释 我 我 警察叔叔 跑得可真快 别喊了 那不是警察 是个骗子 啊 至于你们两个小家伙 真的很危险啊 快跟我来吧 真是太惊险了 多亏了好心人 别以为不说话 我就没办法了 你叫朱迪 你叫朱莱 你们的爸爸叫朱小明 妈妈叫吴迪 我说的对吗 对啊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我就住你们楼上 朱莱出生的时候 我还吃过你们家的喜蛋呢 哦 原来是这样 干嘛一大早两个人背着包跑出来 因为 我们不想成为爸爸妈妈的累赘 所以我们要浪迹天涯 还浪迹天涯呢 差点被人家给卖了 傻孩子 哪个父母会觉得儿女是累赘啊 快回家吧 你们想让爸爸妈妈着急吗 不想 那就好了 我送你们回家 哦 厉险记就这样结束了 好在有惊无险 好在这一年 没什么 我就是突然想起朱莱刚生下来的时候小小的想吃小猫 好 还有朱莱哭得可响亮了 哦 对啊 我还拍了视频留着呢 回头我们再看一遍吧 好啊 如果时间能重来一遍多好 如果重来一遍你会选择继续画画不生小孩吗 怎么可能 重来多少遍我都得把这两个小家伙生下来 他们可是我最重要的宝贝 哈哈哈 行 我去叫你的宝贝们起床吃早饭 妈妈 太好了 妈妈 你真是太好了 我以后最不要浪迹天涯了 我也是 浪迹天涯一点都不好玩 即使浪迹天涯 我们也不是孤独的个体